小学时互相暗恋的两人 时隔十多年再次见面 做梦都不会想到竟成为上下级的关系 此刻他们都没有认出彼此 女孩西正还误把俊昊当成了新来的小职员 没等俊昊来得及解释 便匆忙带着他来到了公司仓库 西正主动向俊昊做起了自我介绍 发现是喜欢的人俊昊喜出望外 他激动地回应了自己的名字 可得到的结果却大失所望 西正只是一股脑地在向自己介绍公司业务 丝毫没有记起来自己究竟是谁 郁闷不已的俊昊想缓解一下心情 却被西正一本正经的上级语气教育了一番 俊昊着实有点哭笑不得 直到正式开工后 俊昊也一直没有表明他的身份 就当作是对西正的一个小惩罚 一向自由惯了的少爷才不会按部就班的工作 累了就随心所欲地坐在地上 看着如此认真的西正 俊昊忍不住想要捉弄 故意暗示他和自己的前女友长得很像 西正根本就懒得搭理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 更令他反胆的是 还把烟头弄到了自己辛苦做出来的衣服上 而俊昊却丝毫没有当回事 又漫不经心地随手拿来一件衣服擦汗 西正已经忍无可忍 狠狠地删了讨厌的男人一巴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父亲听说女儿还在那家破旧不堪的小服装厂上班 就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当年他的前妻生下西正后 就将他们妇女二人狠心抛弃 转头就嫁给了时装行业的富豪 因为对前妻的怨恨 父亲一直欺骗西正他是被捡来的孤儿 更是容不得女儿 和他那无情的亲妈有相同的爱好 可他远远低估了女儿对梦想的执念 听到西正说 想挣大钱未来开一家服装厂 来孝敬他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父亲不但没有一丝感动 反倒狠下心将这个不听话的女儿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西正只好赌气来到工厂 结果却发现俊昊竟然一夜都未归家 等到俊昊醒来后 才得知他的父母都已经离世了 刚回国又没有落脚地 只能在此寄宿一晚 善良的西正 同情起了眼前男人的遭遇 暖心地为他煮了一碗热腾腾的泡面 看着心上人做的食物 俊昊满脸掩藏不住的喜悦 看到每天卫生计奔波的人 却连一双好的鞋子都没有 他决定要帮西正做些什么 而在西正看来 俊昊比自己还要命苦 便大方地掏出了他辛苦挣来的血汗钱 说是前辈照顾后辈应该的 俊昊见状依然没有挑明自己的身份 忍俊不禁地收下了这笔钱 直到西正无意间从同事那听到 昨天本要来报道的新员工意外发生车祸 而被送进了医院养伤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认错了人 甚至开始怀疑俊昊很有可能是小偷 便急忙跑回仓库查看有没有少东西 要不是前来的朴经理喊了俊昊一声老板 西正恐怕要一直被蒙在鼓里 震惊之余才发现小丑竟是他自己 原来俊昊就是已是前老板的儿子 听到那声脱口而出的前辈 西正认定他又在拿自己寻开心 便头也不回地赌气离开了 俊昊一路追了出去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只好拿出早就买好的新鞋子送给他一表歉意 可西正却并不理情 回到公司的西正 遇到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志恩 一个近的向他吐槽俊昊是个多么讨厌的人 不仅长得丑声音还很难听 其实心里对于这次的重逢不知道有多开心 而这些话全被突然前来的俊昊听到了 慌张不已地吸正 只好向妹妹介绍起了俊昊来缓解尴尬 嘴甜的俊昊夸赞起了妹妹长得很漂亮 看着眼前多精又帅气的男人 志恩芳心暗许 当得知两人是小学同学关系 且俊昊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姐姐后 志恩深知让俊昊成为自己的人 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 然而志恩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在一家小公司做形象设计师的他 经常因为从姐姐公司拿来的衣服 被嘲笑是连大婶都看不上的地摊活 因此自尊心大受打击 他已经不甘心也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没想到很快便让他逮住了机会 这天志恩无意间发现了一本 关于时装界巨头《影明爱》的传记 而此人正是西正的亲生母亲 原来书中记载《影明爱》年轻时 曾在自己祖母的服装店做过学徒 志恩便想通过这一点接近《影明爱》 并得到他们公司的品牌赞助 当他根据地址找到公司后 向《影明爱》最信任的赵永明说出了来意 永明一眼便能看出志恩的心思并不单纯 果断地拒绝了他想见夫人的请求 并让助理将志恩打了出去 临走前志恩还收到了来自永明赤裸裸的羞辱 还在气头上的他回去的路上 又意外被一辆车撞倒在地 但幸运的是 车的主人正是他喜欢的俊浩 女孩在姐姐公司门口不慎被一辆豪车撞倒在地 等志恩缓过神后才发现 车主竟是自己一见钟情的富家公子 当俊浩焦急地前来询问他的伤势时 原本只是一点轻微的擦伤 但为了能和俊浩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愣是矫情地一直嚷嚷着痛 担心出大事的俊浩带着志恩来到医院 身为好友的医生让他不要紧张 经过检查志恩只是出了点小问题而已 可俊浩却始终放心不下 看到他如此关心志恩的伤势 好友误以为俊浩想对志恩展开追求 殊不知看似表面花心的俊浩 从小学起就只对志恩同父异母的姐姐情有独钟 原来他今天约了西正一起去看演出 此时的西正早早就赶到了约会地点 因为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俊浩便让志恩打去电话代为解释 心机的志恩并没有说出俊浩在医院的事情 只是暗示他自己今天会晚点回家 其实心里已经在盘算该怎么把俊浩拴住 此时的西正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只是为自己有一个好妹妹而感到幸福 万万没想到志恩转头便向俊浩撒谎 姐姐今天其实约了别人 让俊浩不用再等他了 而迟迟都没有等到俊浩出现的西正 只能一路临着雨回到了家中 孝顺的西正得知父亲要去上晚班后 刻意撑着伞陪同他一起来到了公交站台 送别时 又懂事地将那把伞留给了父亲 而等他再次冒着大雨回到家门口后 却意外撞见了妹妹竟然和俊浩在一起 为了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西正便来到墙角悄悄观察着两人 从两人的对话中他惊讶地发现 原来妹妹自从遇到俊浩便对他一见倾心 而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志恩居然向俊浩主动献出了他的吻 等到志恩和俊浩告别下车后 西正都久久未能缓过神来 他失神地回到家中 在妹妹面前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志恩开心地和姐姐分享今天的事 可不安分地他偏偏要扭曲事实 明明是自己装可怜博得了俊浩的同情 却说是俊浩主动要求送自己去医院 他想拒绝都拒绝不了 西正对妹妹的野心几乎一无所知 反倒觉得是俊浩玩弄了他们姐妹俩的感情 因为他之前的种种表现 都在表明他是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他本就对俊浩够失望的了 没想到俊浩还是个百烂大王 公司的事全部都丢给自己全权负责 他想得倒好 看看业绩就行 一气之下西正决定辞职 并让俊浩把工资现在就结了 俊浩却掏出了一片手工枫叶 那是他转学石西正送给自己的 仔细想想他真的太过分了 时隔十多年再次重逢 自己一眼便认出了他 可西正却后知后觉 西正再也不会相信眼前的男人 只当这是他骗女孩子的手段 晚上 俊浩借着酒精又向西正说了很多思念的话 还没说完 手机就掉在了地上 好巧不巧被一旁的知恩剪刀 西正还在期盼着俊浩会给自己一个解释 却被妹妹果断地挂断了 妹妹一回家就责怪起了姐姐的不是 认为姐姐应该多多体谅俊浩 总是把他搞得那么不堪 是不是太自私了 姐姐没有反驳什么 只是突然想起手里有一张时尚戒剧头 尹明爱手下的名片 便根据那人的嘱咐将名片转交给知恩 让他明天去一趟尹明爱的公司 原来尹明爱一直在找当初被自己抛弃的女儿 听手下说知恩上次来找过自己 而他又是自己年轻时曾工作过的服装店老板的孙女 这让他误以为知恩就是自己的女儿 殊不知 西正才是他真正的女儿 第二天知恩赴约来到尹明爱的公司 看到亲生女儿的那一刻 有太多的愧疚却又不知该如何说出 于是便暂时选择了隐瞒 当听到知恩说他还有个姐姐时 尹明爱突然有点迟疑 知恩解释姐姐其实是当年被祖母收养的孤儿 殊不知 这是两姐妹的父亲为了报复狠心的前妻 而撒下的弥天大谎 明爱心中没有了疑虑 为了能和女儿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他决定让知恩来自己的公司上班 知恩实在是太开心了 他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分享给心爱的俊浩 结果来到公司并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只看到了一双女士皮鞋 而打开纸条一看这双鞋却是他买给姐姐的 知恩快被气个半死 怀疑俊浩现在很有可能和姐姐在一起 便打去电话想要试探他 结果却听说俊浩生病住院的消息 便提前买好了药来探望他 俊浩一眼就注意到了知恩穿的那双皮鞋 他有些疑惑 便问到知恩这双鞋是哪来的 俊浩的失落鞋满了整张脸 面对知恩的亲近 俊浩本能地想要拒绝 知恩委屈极了 他希望每当俊浩难过时 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自己 等到知恩回家后 姐姐也注意到了那双俊浩本要送给自己的鞋子 面对姐姐的疑问 知恩心虚地谎称是俊浩送给自己的 显然这又加深了西正对俊浩的误会 失忆的俊浩最终选择投向了知恩的怀抱 隔天知恩邀请俊浩和姐姐一起吃饭 他将两人正式交往的好消息分享给姐姐 西正虽然心如刀角 但也只能装作高兴的样子恭喜妹妹 听说妹妹在隐名爱的公司找到了工作 姐姐真的很羡慕 妹妹事业爱情双丰收 而自己却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殊不知 这一切的一切都本该是属于她的 很快便到了妹妹到隐名爱公司报到的日子 本以为仗着有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 没想到第一天就被名爱最信任的永明 拨了一盆冷水 永明故意刁难知恩必须拿出设计作品 才能考虑她是否被录取 知恩不甘心想找永明讨个说法 永明直言见到知恩的第一眼 就能看出她是个一世无成不思进去的人 她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女孩 这个女孩真的太幸运了 才第一天来到大公司上班 贵夫人就派专车接她来自己的豪华别墅 知恩虽然并不知道夫人的用意 但她实在是难掩内心的喜悦 万万没有想到 夫人竟然还特意亲自下厨 知恩越想越觉得奇怪 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祖母 曾是她年轻时的师父 也不至于这么大费周章招待自己吧 殊不知 林爱已在心中认定她就是 当年被自己抛弃的亲生女儿 原来就在白天 林爱发现知恩挨了最信任的干儿子一巴掌 为了替她道歉 才会特意费尽心思弥补知恩 但林爱并不知道 其实她的亲生女儿另有欺缘 就在不久前 他们母女二人在公司的电梯偶遇 而女孩息正便是知恩同父异母的姐姐 显然那时双方都不能认出彼此 林爱因为当年抛弃女儿而一直心怀愧疚 直至今日才得知女儿的名字 为了补偿知恩那失去二十多年的母爱 她决定今天表明自己的身份 知恩一回到家 就埋怨起父亲为何要隐瞒母亲的存在 明知道父亲不喜欢自己待在服装行业 还故意弃她新公司老板就是自己亲妈 此刻父亲的内心五味杂陈 因为她是唯一知道 西正才是明爱女儿的人 而姐姐却为妹妹找到了亲妈而感到高兴 却不知 那本该是属于她的位置 妹妹为了得到亲妈的认可 晚上趁姐姐睡着时 偷偷翻出了她的设计作品 并撕掉了名字 第二天她自信满满地来到公司 将设计作品交给了市长永明 经过这些天对知恩的了解 永明怎么看不出她的那些心眼 知恩还没咽下这口气 没想到隔壁的女同事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因为知恩是新人 很自然地命令她去搬货物 美其名曰是让她了解公司产品特色 虽然知恩心里是极其拒绝的 但为了不被看不起还是忍了下来 明爱下班前想要来看看知恩 结果却发现宝贝女儿正在仓库干体力活 作为母亲瞬间心疼了起来 她怀疑是永明又在针对知恩 便来到办公室向她摊牌知恩的身份 并希望她以后能对知恩好一点 永明直到下班后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很难想象那种人竟是老板的女儿 半路上 永明突然遇到了知恩的姐姐 之前因为让西正帮忙给知恩转交过名片 两人因此结下了缘分 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提了满满两大袋衣服 永明便绅士地包揽了下来 其实永明从西正那听说了她的妹妹 要和一个小混混结婚的消息 她不能坐视不管 便想从西正那打听到妹妹的住处 西正答应过要替永明的妹妹保密 本准备糊弄过去 谁知永明见不到妹妹就事不罢休 心虚的西正 干脆一把抢过了永明手中的袋子 没想到拉着间衣服全都掉进了水里 这一刻 永明才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了 西正看出她很在乎妹妹 也不打算再继续隐瞒下去 很快便带着永明找到了妹妹 看到心爱的妹妹 此刻正和那个小混混在一起 二话不说就给了男人一拳 父母双亡的兄妹俩一直相依为命长大 直到哥哥抛弃妹妹 和永明爱一起出国深造后 妹妹便对哥哥一直怀恨在心 再次相见更是不想再认她 西正虽然不知兄妹俩发生了什么 但她能做的就是带着永明 来到路边摊一起喝个痛快 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永明发现温柔善良的西正 和她不思进取的妹妹 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知不觉间 她对西正的感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二天西正照常来到公司 结果却发现店铺多了一群讨债的 原来公司早就欠下了一屁不债 对方不停地为难西正 要求他们尽快将欠款还清 不然就赖在这里不走 老板俊昊想要灭灭他们的气焰 奋不得做他们一顿才能解气 而西正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可几人约定下个星期一定还清 随后便带着俊昊一起找曾经的熟人救济 可终究是西正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他放下脸面不停恳求熟人公司的老板 可身为老板的俊昊不仅不为所动 甚至还丢下西正一个人离开了 自尊心强的他宁愿卖掉公司 也不愿低声下去地去求人 西正对这个曾经有不好感的男人失望透顶 也不再寄希望于他身上 与苦命的姐姐不同 和亲妈相认后的志恩 几乎过上了公主一般的生活 名爱几乎一有空就会带着志恩逛个痛快 回到家后 妹妹便将用亲妈的钱 买的昂贵名牌项链送给了姐姐 还顺手炫耀了亲妈买给自己的包包 姐姐真的太羡慕了 虽说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姐妹 和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差距似乎越来越大 但此时的西正还不知道 很快她的人生将会迎来巨大的转机 原来永明自从深入了解了西正后 觉得她是个不可多得的设计人才 便将她推荐给了尹明爱 尹明爱听说西正就是志恩的姐姐 便亲自找到了她所在的服装店 女人二十多年前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如今已经身价过亿的她 在机缘巧合下终于与女儿相认 却不知她认错了人 她根据干儿子的推荐 找到了假女儿志恩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已经是她和真女儿的第二次见面 遗憾的是两人都不能认出彼此 不知为何 仅仅只有一面之缘 夫人却和眼前的女孩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听说西正有着过人的设计天赋 夫人想要让她进自己的公司 可面对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西正却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公司还有些烂摊子要处理 责任感驱使她不得不继续留下来 夫人虽然觉得有些遗憾 但还是选择遵从她的意愿 她突然对西正的绅士感到好奇 西正坦言自己其实是被捡来的孤儿 一直都没有亲生父母的消息 殊不知 这是生父为了报复狠心的前妻而撒下的活 夫人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临别前明爱还有些不舍地回头看去 眼前这个女孩总让她觉得有些熟悉 在得知西正所在公司陷入了财务危机后 明爱决定帮她介绍客户 并委托市长永明去处理这件事 很快西正便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老板俊浩 当得知是来自女友之恩亲妈的资助 俊浩瞬间脸色大变 因为这实在太有失自尊了 一气之下她便决定卖掉公司 西正委屈极了 她一点也搞不懂这个男人究竟在想什么 看到她曾经喜欢的女孩难过 俊浩突然有点心软 主动缴械投降答应她签约的事 西正真的太开心了 没想到俊浩这家伙终于开窍了 然而第二天准备正式签约时 西正一个人早早便赴约而来 身为老板的俊浩而后才漫不经心地赶到公司 又毫不在乎地说签约的事 让西正来负责就行 三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异常尴尬 永明更是觉得俊浩留给她的印象糟头 始终没有给她好脸色看 签约完成后 俊浩一路上都在吐槽永明一点都不尊重自己 那牛轰轰的样子好像他是公司老板一样 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全被突然出现的志恩看在了眼里 他不解两人为何会出现在亲妈的公司 姐姐说出了签约的事 志恩差点没被气死 他气身为男友的俊浩 为何不第一时间把这事告诉自己 更其他总是不和姐姐保持距离 姐姐想要替俊浩解位 志恩根本就不想听他的解释 他怎么想都觉得 这是和永明脱不了关系 毕竟他总是处处针对自己 随后便找到永明并质问他 是不是想通过和姐姐公司签约 来讨好自己的亲妈 永明发现志恩简直太可笑了 被永明看穿心思的志恩心虚极了 立马搬出亲妈的权威 警告永明惹到自己的后果可想而知 而永明身为集团的下一任继承人 从始至终就没把志恩这个菜鸟放在眼里 志恩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想找到俊浩发泄情绪 结果却从他和姐姐在天台的对话中 听出俊浩对姐姐还有留恋 原来当初他是为了红姐姐开心 才答应和亲妈的公司签约 但志恩发现 由于订单的数量过于庞大 俊浩合作的工厂无法再规定日期交货 这下让他逮住了报复姐姐的机会 他根据货物单上的联系方式 向合作公司打去电话将所有订购的布料 换成最廉价的材质 这无疑是对姐姐雪上加霜的打击 毫不知情的西正找到了永明 恳求他能申请延期两天交货 永明有点心疼眼前的女孩 明明只是一个员工却扛下了所有 他答应了西正的请求 并提出想和他一起吃路边摊 永明早已对西正动了心 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个疑虑 为何西正还要留在 不务正业的俊浩手下工作 难道是喜欢他吗 西正突然有些难为情 借口说有事来逃避这个话题 永明却依旧不依不饶 又反问道是不想和妹妹一起工作吗 就因为是老板的女儿而感到畏惧吗 西正确实被永明看穿了心思 但在他看来永明是多管闲事 便生气地丢下他一人独自离开了 很快 西正便发现了布料被换掉的事 问了布料公司也无法查到是谁动的手脚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到永明恳求公司再给一次机会 可永明却果断地拒绝了西正 西正不能眼睁睁看着俊浩父亲留下的公司 就这样毁于一旦 便想到了和俊浩在路边摆摊卖衣服的点子 这已经是最坏的打算 看着曾经不思进取的俊浩 一直在认真的帮忙叫卖 西正真的从心眼里被他打动 但十分可惜的是 即使两人多么努力地宣传 却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卖出去 回去后的西正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默默流泪 这一幕却刚巧被永明撞见 永明不忍在看西正为生计而操碎心 决定亲自买下他们的订单 但他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西正这一次必须要来他们公司上班 志恩和妈妈一起用餐时 母亲突然提出了让他搬来 和自己一起住的请求 志恩本还有些犹豫 可晚上回到那个贫苦的家后 他发现穷酸的父亲 因为区区一点水费都要和房东斤斤计较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家过得有多苦 看不下去的志恩替父亲垫付了水费 同时也为有这样的家人感到丢脸 父亲狠狠地扇了不孝的女儿一巴掌 一气之下的志恩 坚定了要去妈妈那生活的念头 彻底和这个看不到希望的家说再见 女孩时隔二十年后 好不容易和抛弃自己的富豪母亲相认 他却怀疑自己很有可能是冒牌的 因为志恩发现母亲 竟然连自己的生日都搞错了 但巧合的是 其实今天正好是自己同父异母姐姐的生日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姐姐西正才是夫人的女儿 收到夫人送来的名贵的生日礼物 志恩已经顾不上高兴 反而内心全被莫名的不安所占据 为了消除自己的疑虑 志恩决定找到父亲问清真相 因为父亲一直对两姐妹声称姐姐是孤儿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么父亲怎么就能确定今天就是姐姐的生日 事实上父亲确实隐瞒了西正是他 和富豪前妻生下的孩子 但是没有心的志恩已经离开了这个家 他也没有必要告诉不孝女真相 而父亲越是刻意回避 志恩就越发觉得心慌 他急忙来到家里翻箱倒柜仕途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惜还没来得及找到些什么 好巧不巧姐姐正好在这世赶了回来 再发现自己很有可能顶替了 姐姐付加千金的位置后 志恩甚至一时间都不知该怎么面对他 只是心虚地丢下了一句生日快乐后 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很快夫人便为志恩举办了一场生日宴 二十年来他第一次为女儿庆祝生日 显然能看得出他对女儿的用心 可志恩却始终心神不宁 万万没想到 夫人竟然还将姐姐请了过来 志恩担心姐姐的到来 很有可能会暴露自己家女儿的身份 他如作真战一心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当看到姐姐从电梯出来的那一刻 更是因为惶恐过度而假装晕厥了过去 就在大家都为他感到担心时 志恩心里庆幸这次虽然是躲过了一劫 可回到家后总是会被噩梦惊醒 他不想再这样小心翼翼又痛苦地活着 于是他再次回到了父亲家中 却恰巧听见他正在和姐姐吵架 原来西正已经决定要去夫人的公司上班 而父亲对当年前妻抛弃自己和女儿 一直怀恨在心 看到西正如此固执己见 一气之下他又将西正赶了出去 而这让志恩更加确定 姐姐就是父亲和夫人的亲生女儿 不然为何每次一提到那个女人 父亲的反应总是那样的反常 父亲意识到纸中就包不住火 他拿出了一张照片 说照片上的人才是志恩的亲生母亲 那是他和前妻离婚后再婚的女人 只是在生下志恩后没多久便驱逝了 这一刻志恩的精神世界彻底的崩塌 但他依旧自欺欺人怀疑父亲在欺骗自己 而父亲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对前妻的恩怨会报应到下一代的身上 他也同样难以平复自己复杂的心情 不知该怎么去面对志恩 难以接受事实的志恩 一路临着与尸神的来到夫人家门口 可回过神后才意识到 这个家却并不属于自己 或许现在唯一能得到一丝慰藉的人 便是富家公子男友俊昊了 志恩不停地对着俊昊诉说自己的爱意 已然把他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因为他无法承担一旦身份暴露 那种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一般的心痛 志恩希望俊昊向自己发誓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将他抛弃 俊昊虽然不知道女友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并没有真心爱过志恩 只是因为他和初恋西政之间的一些误会 为了报复西政而选择和志恩在一起 但害怕志恩会做出什么傻事 他无奈地选择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志恩忐忑不安地来到夫人的公司 正巧撞见姐姐来新公司报道 他自卑地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却被夫人叫了过去 他这些天一直都联系不到女儿 几乎担心地要命 发现女儿这几天好像精神恍惚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一直温柔耐心地安慰和开导她 而夫人越是这样 志恩就越愧疚和难过 他似乎良心发现 自己不该再贪婪地占有这份无碍 随后他便找到了姐姐 决定把本该属于她的位置还给她 可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两姐妹就意外得知了父亲出车祸的消息 女孩意外发现 自己顶替了同父异母姐姐附加千金的身份 而唯一知道这一真相的父亲 却突发车祸变成植物人昏迷不醒 而且根据医生的说法 父亲伤势严重到很难醒过来 就算醒来后也不一定能正常生活 志恩不甘心失去这来之不易的财富和地位 他决定要让真相永远变成秘密 看到姐姐还在为父亲的病情而难过 他却装作目不关心 回到家后便将和真相有关的证据亲手烧毁 在得知姐姐要来他亲妈的公司上班后 志恩更是百般阻挠 表面上却假装好心为他着想 说不想因为他是老板女儿姐姐的身份 而被同事说闲话 而这一次一向单纯的姐姐 并没有选择妥协 只是说等父亲醒来后再做考虑 志恩发现一向心软的姐姐 不再像以前那样乖乖听自己的话 莫名的有些生气 正愁不知该如何发泄 公司的女同事正好撞上了她的枪口 她用命令的语气要求志恩交出工作报告 而志恩已然认同了自己老板女儿的身份 根本就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转头又假惺惺地来向亲妈诉苦 说别的同事是怎么欺负她的 恨不得全世界都得围着她一个人转 夫人时隔二十多年才好不容易和女儿相认 哪能不把她捧在手心里 女儿受了委屈 她自然应该亲自出面 怎料志恩居然得寸进尺道 想让自己来负责这次公司的新品设计 夫人不是不知道女儿的水平 根本就不及她姐姐的一半 但又拗不过她的哀求也只好答应 一下班志恩便开心地来到酒吧 尽情地享受灯红酒绿的生活 只有孝顺的姐姐一直在关心父亲的病情 但住院费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一时犯了难的息政 只好向富裕的妹妹求助 却怎么也打不通她的电话 殊不知 妹妹只想贪婪地占有本该属于她的生活 并且内心巴布的父亲永远不要醒来 无奈西正只能找到永明求助 永明早就对西正动了心 发现她没有来公司上班后 内心一直都很煎熬 有了心爱之人的消息后 即刻马不停蹄地赶来医院 在得知西正因为照顾父亲 而不能来公司上班后 永明很是心疼眼前的女孩被妹妹利用 不用想肯定又是志恩 在千方百计阻止西正去公司上班 她希望西正能为自己活一回 难道父亲两年都醒不来 就要陪伴她整整两年吗 然而第二天永明万万没有想到 夫人竟然把一事无成的志恩 提拔为公司组长 她对一项精灵的夫人感到失望 难道是想让公司就此毁于一旦吗 夫人提醒永明公司继承人的位置 始终时留给她的 就算找到女儿志恩事情也不会改变 并拜托她多多关心和指导志恩 而这些话全都被志恩听了进去 她对永明继承人的身份感到震惊 也有点后悔之前老是不把她放在眼里 但她依然不能放弃俊昊 这个落魄的富家公子 即使知道她的公司很有可能面临倒闭 但志恩深知万一哪天自己假千金的身份暴露 俊昊便是自己最后的依靠 另一边的永明 发现当初被自己抛弃的妹妹 在她苦口婆心的劝说下终于回到了家中 惊讶之余内心自然是十分开心 然而听到妹妹说一个叫志恩的女生 留下了一张关心她的纸条后 这让她着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当然在她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志恩 讨好自己的一种手段罢了 第二天开窍的西正回到了公司上班 原来是有好心的大婶愿意帮她照看父亲 永明还没来得及介绍给同事 志恩就把姐姐叫过去训了一顿 她表面上装作关心父亲的病情 还说自己一想到父亲随时会离开自己 无法面对事实而不敢去医院 因此气姐姐为什么不继续照顾父亲 实际上是害怕姐姐来到公司 以她的设计天赋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可西正因为自私又心机的妹妹 一个人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 永明便将两姐妹父亲住院的消息告诉了夫人 夫人来到医院探望 看到曾经被自己抛弃的前夫 如今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夫人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愧疚 听说西正为了凑齐父亲的住院费 竟然把自己的房子都卖掉了 着实有点心疼眼前这个坚强的女孩 她决定帮忙请一名私人看护 同时也是作为对当年抛弃前夫的弥补 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西正 夫人决定把她当作干女儿看待 并带着她来到自己别墅和志恩一起生活 姐姐的到来本就让志恩感到不安 没想到夫人又告诉她 以后会对两姐妹一视同仁都当作女儿来对待 这让志恩瞬间不淡定 女孩不知同父异母的妹妹 顶替了自己附加千金的身份 此刻她正在亲妈的公司和妹妹一起工作 这是她第一天来新公司上班 妹妹作为姐姐西正的顶头上司 就故意指使她给每个同事都泡一杯咖啡 大家都对这个突然空降的新职员感到好奇 迎新会上 更是有前辈质疑起她的学历和绅士 她很想知道 一个只是从低端服装批发市场起步的人 究竟是哪一点能让眼光犀利的赵市长看上 面对同事的故意刁难 西正大方地说出自己虽然只是专科毕业 但凭借她在时装方面的热忱 一定会在新公司继续虚心学习 并拜托大家多多指导她这个心愿 姐姐的真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妹妹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迎新会结束后 所有人都于心未尽赶着下一场活动 孝顺的姐姐却还想着昏迷不醒的父亲 想让妹妹和自己去医院看父亲 而志恩却故意假装酒喝多了头好痛 殊不知 父亲是唯一知道两姐妹身份被调换的人 妹妹恨不得父亲永远都不会醒来 志恩心情复杂地回到家中 没想到妈妈却为她准备了亲手制作的衣服 可开心才不过三秒 却发现她还为姐姐也做了一件 看到妈妈对姐姐这么好 志恩的嫉妒心作祟 谎称姐姐其实并不习惯住在这个家 其实早在这之前 是她自己怂恿姐姐应该在父亲醒来前 尽快找到住的地方 还假装好心说 会让夫人帮忙买一间房子给她和父亲 海美其名曰是妈妈当年抛弃父亲应该做的 但夫人是发自内心喜欢姐姐 她觉得志恩多多劝姐姐几句 或许西正会改变主意的 意识到自己好像失宠了 志恩第二天便决定联合前辈 让姐姐在公司难堪 前辈虽然对志恩的小人行为感到可耻 但碍于她老板女儿的身份 却也不得不向权势低头 于是一回到公司 前辈便叫来西正让她去仓库做一些杂活 不再让她参与有关新品设计的事 而心机的志恩却坐享其成 把姐姐辛苦熬夜做出的设计占为己有 不仅如此 又恬不知耻地谎称自己有多忙 把贴水钻这样费时的活丢给姐姐 还故意为难她必须在明天早上完成 甚至丝毫不给她任何反驳自己的机会 无奈姐姐只能不吃不喝加班加点的工作 而她的付出全被永明看在了眼里 永明快要心疼坏了 她干脆陪心爱之人一起加班赶工 但作为一个大男人哪干过这种戏活 看着她笨拙的样子 西正忍不住想要劝她不必硬撑 可拉扯间永明的手却意外被运斗烫伤 西正心生愧疚 主动拿来冰块为永明冷夫 收到来自心爱女孩温柔的安慰 这一刻永明的心疯狂地为西正心动 正当西正准备离开时 却被永明紧紧拉住了 面对永明发自内心的告白 西正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面对 或许她还没有放弃曾经的初恋 而这些都对门外的志恩看在了眼里 她在得知永明是公司继承人后 就将掉金龟絮的希望堵在了她身上 因此在发现永明喜欢姐姐后 志恩就莫名地生气 第二天一早 夫人心血来潮和西正分享起了 她年轻时的照片 几人奇乐融融的样子恰巧被志恩撞见 小宝母的一句话让志恩瞬间慌了神 她立马气冲冲地上前打断了两人 冒充姐姐身份的她 竟然理直气壮地责怪起夫人明知父亲生病住院 还有心情看着照片嬉笑 更是假惺惺地替父亲打抱不平 还说自己一想到父亲随时可能会离开 就每晚都会被噩梦惊醒 妹妹靠眼泪确实博得了夫人的心疼 看到满眼都是妹妹的夫人 西正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那一个 公司里 永明正式向西正宣布 这次公司的新品设计将会采用她的设计 这狠狠打了想要出风头的志恩的脸 志恩转头就找到夫人想讨个说法 没想到就连她也偏谈姐姐的设计才华 但夫人希望志恩知道 她是自己女儿这点永远都不会变 可这并没有让志恩内心感到平衡 每次一步开心 志恩第一个就会来找男友俊浩求安慰 而她不知道 这些天俊浩因为公司的财务危机 几乎快被搞得焦头烂额 而每当自己感到无助的时候 她总是会想到曾经的初恋西正 此刻西正在公司门口碰到了俊浩 早在这之前 她就听说 俊浩一直为找不到好的设计师而发愁 于是便委托闺蜜把自己的设计稿给她参考 但俊浩并不想给西正添麻烦 将稿子还给了她 正当要离开时 永明刚好下班路过这里 她以为两人之间还有牵扯 便向俊浩宣示主权不要再来骚扰西正 看到永明狠心赶走了俊浩 西正觉得她有点过分了 看到心爱的女孩满眼都是那个男人 永明的内心十分不是滋味 志恩听说俊浩最近还和姐姐有来往 一见面恨不得想挂她的心都有了 俊浩只觉得眼前的女人疯了 她坦言自己从没喜欢过志恩 只是对一无是处的她感到可怜 仇恨的种子在志恩的心中开始疯狂生长 她甚至产生了栽赃陷害姐姐偷不了的念头 志恩拿出了所谓的证据 其实是让朋友帮忙仿造和公司一模一样的布料 向夫人表示姐姐最近和旧公司还有来往 还会帮着原来的公司做设计 夫人不敢相信单纯的西正会是这种人 可在志恩告诉她姐姐 其实是旧公司老板俊浩的女朋友后 她的内心开始动摇 因为西正一直和自己声称没有对象 显然她更相信亲生女儿的话 志恩又见风使多 谎称姐姐最近已经产生了想搬走的想法 这让夫人误以为西正并不喜欢这个家 三人一起用餐食分为十分尴尬 夫人思来想去还是没忍住开了口 被夫人误会姐姐真的很难过 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被赶出这个家 她最惦念的还是妹妹 如果父亲真的就这样离开 妹妹便是她唯一的依靠 看似铁石心肠的妹妹 不是没有被姐姐的话所动容 但她已经铁了心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但志恩万万没有想到 这天一个自称是父亲朋友的人找到了家中 而这个人是除父亲之外 知道西正才是夫人女儿的人 自私的女孩顶替了同父一母 姐姐附加千金的位置 而唯一知道真相的父亲 却变成植物人昏迷不醒 本以为已经没有了南路虎 可一个自称是他父亲老友的人不请自来 而这个人是除父亲之外 知道姐姐西正才是夫人女儿的人 因为并没有见过长大后的西正 叔叔误把志恩认成了姐姐 做贼心虚的志恩为了保密 因而没有否认 原来叔叔听说了两姐妹父亲住院的消息 同情起了她苦命的人生 觉得很有必要找到抛弃她的前妻化解恩怨 而心机的志恩却故意谎称 夫人要去国外出差一星期才会回来 以此来阻止两人的见面 好巧不巧夫人在这时打来电话 想要女儿来百货公司一起帮忙挑项链 她借口今天约了朋友而推脱掉了 挂断电话后 又以同样的说辞骗过了叔叔 让叔叔留下了联系方式后 便准备亲自送她回去 志恩试探性地问叔叔 是否还有人知道这件事 听到叔叔说只有她和父亲知道后 志恩这才短暂地松了口气 可回去后一想到 叔叔很有可能会再次来找姐姐的亲生母亲 志恩就一直心神不宁 于是这天亲自约见了她 拿出了一笔巨款 谎称是妈妈为了报答之前叔叔曾给予她的恩惠 还故意捏造妈妈为了忘记这些陈年往事 而不想再和叔叔有联络的假象 但志恩其实一直有个心结想要解开 那就是自己的母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回想起不堪的往事 叔叔深深看了一口气 志恩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他没有想到父亲竟然会对生母如此残酷 醉熏熏地回到夫人的家中 志恩紧紧地抱住了她 已经失去了一个素未谋面的母亲 哪里能承受得了再失去第二次 他试图安慰冒名顶替的自己并没有错 或许这是老天爷早就为狠心父亲准备好的惩罚 事到如今 志恩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对姐姐让步 他的下一步计划 就是要抢走对姐姐一片痴心的永宁 但志恩对这场感情的最后归属 十分有把握 他深知永宁没有了夫人这座靠山 便几乎等于一无所有 志恩虽然一时无法说服永宁 但如果凭借夫人的助推 一定能如鱼得水 他利用夫人对自己这个女儿的信任 欺骗他自己早就爱上了永宁 却没想到永宁喜欢的人是姐姐 其实偷不了是志恩栽赃陷害给了姐姐 但很遗憾夫人被他的片面之词蒙蔽了双眼 他想要帮女儿争取到和永宁的姻缘 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和志恩好好谈一谈 夫人一直以为 西正是嫉妒妹妹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 他苦心劝说西正应该看她一点 如果妹妹和喜欢的人结婚了 她应该感到高兴不是吗 随后又拿出了那块西正偷来的布料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西正 还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听夫人说是志恩向她告的状 西正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被妹妹给陷害了 她气冲冲地找到妹妹对质 结果又正好撞见她盗取了自己的设计 直到这一刻姐姐才发现 妹妹狼子野心的真面目 而妹妹也不打算再装下去了 她直言就是看不惯所有人都向着姐姐 恨不得她立刻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这一次一向善良的姐姐再也忍无可忍 狠狠地删了妹妹一巴掌 当初她为了妹妹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现在想想真的是十分后悔 没想到妹妹不仅没有一丝忏悔之意 还将父亲出车祸的责任推到了姐姐身上 心灰意冷的姐姐 最终瞒着夫人搬出了她的家 却不知 这一切都本该是属于她的 而作用一切的妹妹一下班 就开始对永明展开了追求 尽管说尽了各种好话讨好她 永明却始终没有正眼瞧过志恩 而这一切都被她的男友俊昊看在了眼里 她不但没有感到一丝生气 反而还觉得有些好笑 志恩这副可怜的样子她早已见怪不怪 而且自己和她根本就谈不上爱 她已经不想再和一无是处的志恩有任何瓜葛 最终和她提出了分手 而志恩同样也弃和自己一样没用的俊昊 连她的公司都经营不好 更弃她的心里还一直有姐姐的位置 第二天 俊昊从西正规丽娜得知了她已经辞职的消息 而且因为伤心过度而生了一场病 俊昊不能坐视不管 思来想去觉得这一切都和永明有关 她弃永明为何当初把西正招进了公司 却又不懂得好好珍惜 殊不知 永明同样因为联系不到西正而担心的药命 永明找到了西正父亲所在的医院 她没有想到西正竟然这么不负责任 明明偷不了的事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声不吭就离职不仅辜负了自己的一片真心 而且她丢下的烂摊子又该交给谁处理 职务人父亲时隔一九中于奇迹般苏醒 一直守在医院的大女儿实在是太开心了 而她同父异母的妹妹看到这一幕 却是无比的惊慌和不安 只因她贪婪地顶替了姐姐付加千金的位置 而父亲是唯一知道一切真相的人 根据医生的说法 父亲目前虽然还不能说话和走路 但还是有一定希望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只有在姐姐西正离开的时间 芝恩才敢来到病房探望父亲 她怎会不了解父亲现在最想知道的 不就是自己的身份究竟有没有被戳穿 在芝恩看来 这一切都是父亲种下的恶果 是她欺骗两姐妹姐姐是孤儿在先 更对不起自己那一世的母亲 没想到她竟狠心到生母临终前 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一眼 因此芝恩觉得父亲没有资格责怪她什么 反倒是她应该弥补自己 病床上的父亲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她没有想到自己犯下的错 却要让两个女儿来承受背后的代价 害怕日后父亲恢复健康 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芝恩竟私自做主将父亲转移到其他医院治疗 从护士那打听到这一消息的姐姐 怀疑居心叵测的妹妹是想隐瞒什么 便找到芝恩质问她父亲现在在哪 芝恩自然不会乖乖说出真相 谎称自己已经将父亲送去国外 更先进的医院进行治疗 让姐姐不用再操心父亲的事 甚至还说像她这种孤儿 只是为了能继续赖在这个家 而假装关心父亲罢了 妹妹莫名的羞辱 狠狠刺痛了姐姐的心 自己一直无谓不知照顾的妹妹 竟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家人看待 隔日整理好心情的西正 下定决心不会再对妹妹让步 即使知道她不想在夫人的公司看见自己 依然坚持重新回来上班 却被一直把她当女儿看待的夫人 狠狠训了一顿 因为西正前几天一声不吭就搬出她的家 又无故离职辜负了她的一片好心 但看在女儿之恩和她父亲的份上 夫人并没有过多计较 只是并不打算再采用她的设计 作为公司新品 即使她的设计天赋确实不容小觑 可偏偏最信任的永明 就是不顺她的意 坚持要用西正的设计作为新品发布 夫人不难看出她爱上了西正 永明也并没有否认 见她执意如此 夫人姑且决定让永明 全权负责这次的新品设计 她也想看看西正这个人 是否还值得信任 为了不辜负夫人的期望 西正几乎一整天 都在各个材料厂不停地奔波 而她不知道 永明一直都默默跟在身后陪伴着她 眼看西正忙得差不多了 便带她来到一起长去的路边摊 西正被吓得慌忙将话题转移到了工作上 但这正是永明最欣赏她的地方 当时看到拎着满满两大袋子衣服的西正 永明便认定她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女 知道西正最近压力很大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她男部时 可以依靠的那个人 一直在隐忍的西正这一次在永明的面前 终于袒露了她鲜为人知的心声 经历了很多事 她意识到自己应该要变得强大 回到闺蜜家后 西正发现曾经的老板俊昊 也同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为一直找不到新设计师 久而久之也没有想要再继续经营公司的念头 西正不忍看到她日渐颓废下去 提出空闲时间会帮她做设计 因为俊昊也曾是鼓舞过她的初恋 发现西正曾喜欢过自己 俊昊这才意识到之前好像误会她了 此刻她的心情越来越混乱 很后悔当初为何没有紧紧抓住西正 对于她的好意俊昊也不知该如何回应 只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 经过一夜的挣扎 俊昊第二天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一大早就开始勤恳地收拾乱糟糟的仓库 明明西正已经和自己没有瓜葛 竟然还愿意帮助一无是处的自己 俊昊也不忍心再辜负她的期望 同时也欣然接受了她愿意帮忙设计的好意 妹妹发现姐姐在为俊昊公司做设计 不安分地她突然心生一计 趁着姐姐不在的时候 仔细地翻看了她给自家公司设计的新品 随后便给俊昊公司合作工厂打去电话 恶意调换了两份设计 很快又派记者去调查俊昊的公司 以此来制造舆论是夫人的公司 抄袭了俊昊公司的设计 从而将责任全部都推到负责人姐姐身上 果不其然 一切都在按照她的计划进行 夫人因为被质疑抄袭而对西正彻底失望 甚至以后不想再在公司看见她 从办公室出来后 西正便向永明提交了辞呈 永明不能理解她为何要做那种事 她想要亲口听到西正的一个解释 西正不是不知道这是妹妹的诡计 但她已经不想再拖累永明 不然久而久之她也会失去夫人的信任 随后西正便找到了妹妹对质 妹妹还是一如既往的死不承认 既然如此 西正也没必要再认这个妹妹 也发誓永远都不会原谅她 此时俊昊这边也觉得事发稀巧 于是他亲自来到公司 和永明表示抄袭风波与西正无关 她会亲自向记者澄清并未抄袭一事而道歉 但在精明的永明看来 召开记者会只会将事情闹大 这样俊昊一时间也犯了难 而夫人因为无法平息舆论对公司的导向 被气到晕了不去 女孩不仅顶替了同父异母的姐姐付加千金的身份 甚至还故意制造抄袭风波 陷害姐姐从她亲妈的公司离职 亲生母亲被不良舆论气到住进了医院 等到女儿亲自来探望时 她却已经不想再搭理这个 害自己公司损失名誉的女孩 母女二人直至今日还不能相认 真的是十分遗憾 夫人的不耐烦狠狠刺痛了西正的心 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的她 在夫人身上看到了母爱的光辉 她真的很羡慕自己的妹妹 有个那么疼爱她的母亲 刚巧赶来的妹妹撞见了她的窘迫 却又往她伤口上撒盐 说她怎么还有脸面看自己的母亲 西正已经受够了她的无理取闹 刚要离开却又听说 妹妹要和对她一片痴心的永明结婚了 姐姐虽然没有承认过喜欢永明 但妹妹看得出 姐姐已经对她动了心 并劝她趁早死了这条心 人家永明只是同情可怜她罢了 又故意捏造永明结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下集团经营权的假象 而且两人的婚事 已经得到了母亲的认可 实际上永明并没有答应结婚一事 西正的心却在低血 没有什么比听到心爱之人 要和自己妹妹结婚更难受的了 不久后 永明从助理那听说了西正 又回到了旧公司上班 她好像越来越看不懂西正了 下班后便找到了西正 质问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把公司图纸泄露给你的俊昊还不够 现在竟然还要帮着她一起做事 西正知道自己不该再纠缠永明 便隐藏起了自己对永明的真心 只是说感谢她这段时间对自己的照顾 和她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愉快 她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 看着她坚定的眼神 永明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可她不知道在她离开后 西正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 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而等到俊昊出现后 又收起了自己脆弱的一面 偷偷地抹掉了眼泪 她已经下定决心忘记永明 要尽自己的权力帮俊昊挽救她的公司 便向俊昊提出了利用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 来吸引更多回头客的点子 看着她如此为自己的公司着想 俊昊便大方地掏出一笔钱 拿给她去采购不了 看到喜欢的人开心 俊昊内心真的很满足 可等到正式营业的时候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四天下来竟然只卖出了几套衣服 俊昊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便想到了在大巴车上做宣传的经典子 看到俊昊人手都送了一套昂贵的衣服 西正一开始是极力制止的 他并不能理解俊昊这样做的目的 俊昊却自信满满地向西正保证 只要有人是穿过觉得满意 一定会吸引到大量的客流 看着认真为大家做介绍的俊昊 西正也不再反对什么 反倒觉得试一试也不是不可以 同时心里也为这样的俊昊而感动 另一边的妹妹志恩为了讨得永明的欢心 几乎每天一下班就会带点吃的 亲自来到她的家里 但毫无意外遭到了她的无情驱赶 志恩为了让她知难而退 一气之下决定控告姐姐的旧公司抄袭 与此同时 俊昊的公司已经迎来了新的转机 一大批蜂拥而来的客户都争先恐后的前来订货 一天下来的营业额几乎都快赚到手软 然而就在西正还在开心的数钱时 闺蜜却告诉了她一件惊掉下巴的事 原来志恩真的将西正告上了法院 收到控告书的西正很快便找到了志恩 她知道抄袭一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妹妹 也斥责她没有资格控诉自己 而铁石心肠的妹妹却直接叫来保安 狠心将姐姐赶了出去 回到俊昊的店铺后 更是被告知要在这几天尽快将店铺搬走 西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走投无路的她早早就候在了永明家门口 看到在傻傻淋雨的心爱之人 永明快要心疼坏了 听到她不停地在苦苦哀求自己撤诉 永明真的很感动 她激动地一把抱住了西正 原来她的心里一直都有自己 另一边的俊昊为了守住公司 干脆直接找到了夫人请求撤诉 她将抄袭的责任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说是西正看在自己是妹妹前男友的份上 而好心帮助自己 却没想到会弄巧成捉霸了 夫人听到俊昊是知恩的前男友大吃一惊 因为知恩一直对她声称俊昊是姐姐的男友 但显然俊昊没有理由要欺骗她 她开始对女儿产生了信任危机 便找到知恩质问她为何要说谎 知恩虽然承认了俊昊曾是她的男友 但她竟然恬不知耻地谎称 当初是姐姐抢走了她的俊昊 担心喜欢的永明也会被她抢走 才会隐瞒自己有男友的事实 以此让夫人帮她争取到和永明的姻缘 夫人万万没有想到 极度已经蒙蔽了女儿的双眼 原来这一系列事件都是知恩栽赃给姐姐的 也没有想到 自己怎么会生出这种谎话连天的女儿 但她更不会想到的是 西正才是她真正的女儿 第二天一早 永明提出了想要和西正一起远走高飞的请求 到了国外西正可以专心攻读设计 而永明则会帮她承担学费 她真的很需要心爱之人的陪伴 因为从小到大西正是第一个 能让她感受到人间冷暖的人 隔天一早西正最后一次 不舍得看了一眼这个充满太多回忆的地方 便下定决心要和永明一起私奔 却在走之前接到了一通来自夫人的电话 一见面 夫人就为女儿的自私而向西正表示了歉意 但她只有一个私心 就是希望西正能放弃她心爱的永明 因为就在不久前 她意外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可能不久于人事 而永明是公司唯一的希望 只有看到她和知恩完婚 她才能安心地离开 夫人并没有说出自己身患绝症的事 只是告诉西正公司不能没有永明 在她的苦苦哀求下 西正最终放弃了和永明私奔的念头 自私的女孩不仅顶替了 同夫一母姐姐附加千金的位置 甚至故意制造出一场抄袭风波 狠心将姐姐所在的公司告上了法院 身为老板的郡浩被逼到走投无路 她来到前女友志恩的公司 本想双方和平处理这件事 可对方竟无情到假装不认识她 如今两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落魄的富家公子不得不向权势低头 不停地恳求志恩放过她的姐姐 有什么事尽管针对自己就行 好像所有的人都只喜欢姐姐 曾经的恋人 即将订婚的对象 还有她所谓的亲妈 这一刻志恩彻底爆发了出来 西正听说了俊昊被拘留的消息 心急如焚地找到夫人求助 她已经放弃了和心爱的永明私奔的机会 那么撤诉和担保俊昊出来的请求 应该不过分吧 很快俊昊被保释了出来 店铺也算是成功保住了 本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 可俊昊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只因听说心爱的西正在这之前 竟然有和永明远走高飞的想法 她和西正说了许多违心的话 既然要走为何不走得干脆一点 为了避免自己对西正还有留恋 俊昊甚至假装无情想要开除她 西正想要继续留在这里工作 如果没有了经济来源 那她一直卧病在床的父亲该怎么办 她自欺欺人对俊昊声称 已经彻底放下了永明 可等到俊昊离开后 她才敢直面自己真实的内心 西正真的好想和永明一起去国外生活 可永明也有她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永明还在等待西正来赴约 可等来的却是夫人的责怪 看到她这些大包小包的行李 夫人真的很心痛 她不得不说出自己身患绝症 很有可能不久于人世的消息 如果最信任的永明真的就这样离开了 那以后谁来帮她打理公司 谁又来帮她照顾自己不懂事的女儿 永明终究还是心软了 如果没有夫人对她的栽培 就没有她今天的成就 她确实不能狠心抛弃夫人 夫人为了安抚女儿的心情 告诉知恩永明已经答应了会和她好好相处 但她只有一个诉求 就是知恩能改变她爱撒谎的性格 只有变得自爱 日后自然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她 夫人的话确实给知恩打了一针定心计 她和永明的婚事已经没有了阻碍 但每当她提起父亲的病情时 知恩总是不由的一阵心慌 万一哪天父亲真的恢复健康 把自己假冒的身份和盘拖出该怎么办 万万没想到这天她安排的护工 竟然将父亲所在的心意愿告诉了夫人 再次见面 夫人和前夫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有对当年抛弃她的愧疚 也有对过去的释然 能和女儿施隔二十多年再次重逢 已经是上天给予她最大的恩惠 前妻还沉浸在幸福中 父亲却是无比的心痛 她好想说出西正才是她真正的女儿 却始终无能为力 担心身份暴露的知恩焦急地赶到医院 发现父亲现在还并不能说话 知恩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 她告诉父亲 自己即将和夫人公司的继承人结婚的消息 那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姻缘 知恩苦苦哀求父亲能永远守住秘密 就当是为自己守住这份幸福 她在病床前发誓 一定会好好报答父亲和姐姐 但实际上知恩只会往姐姐的伤口上撒盐 在百货公司看到和俊浩一起摆摊的姐姐 知恩忍不住想上前炫耀她和永明订婚的消息 在俊浩看来 这刺耳的话不仅仅是对西正的羞辱 也是对自己的侮辱 原来就在刚刚 她亲口从知恩那听到 西正为了争取到现在的摊位 竟然以放弃永明和夫人做交换条件 她根本就不奢求那家人对两人的施舍 俊浩觉得知恩也无需自欺欺人 而是应该勇敢追爱 因为她在西正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当初她因为误会没有牢牢抓住西正 真的是十分后悔 因此她很想看到西正能和心爱之人过得幸福 不要和自己一样错失所爱 公私的是她希望西正不用再操心 自己现在完全有能力承担大任 而在西正看来 俊浩却是多管闲事 俊浩试图能说服永明重新追回西正 在俊浩看来是永明为了金钱地位 而抛弃西正 但她又怎会知道永明所承受的心痛 尤其是在那天 当着心爱之人的面被宣布和她妹妹订婚 俊浩醉醺醺醺的回到公司 看到西正又像以前一样关照自己这个白痴 她难以割舍对初恋的感情 殊不知看似是一句无心的玩笑 却是俊浩对西正迟来已久的告白 如果这句话早点说出口 她绝对不会把心爱的女孩推向别人 夫人觉得自己亏欠西正实在太多了 她一定很恨自己和志恩吧 就这样自私地夺走了她心爱的永明 西正却还在假装毫不在意 忠心地祝福妹妹能得到她的幸福 夫人知道她又在说违心的话 心疼至于也希望她不要怨恨志恩 女儿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还要烦请她多多照顾 临别前 西正又得知了一件十分震惊的消息 原来父亲一直在国内的医院做康复治疗 自己竟然被妹妹欺骗了这么久 她急匆匆地赶来医院探望 见到父亲的那一刻 西正有太多太多的抱歉 也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和她倾吐 听到懂事的西正 把妹妹即将订婚的好消息分享给自己 父亲真的好难受 眼睁睁看着妹妹夺走了属于她的幸福 却不能将真相说出口 说到底这也怪自己 志恩妈妈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待过她 最终还让西正一个人扛下了自己造的面 另一边的志恩却开心的是起了礼服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只是没有想到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 夫人竟然把姐姐也请了过来 再次见到曾经的爱人 两人都相对无言 饭桌上西正还是没忍住先开了口 其实她多么想告诉永明自己真的很想她 想让她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可要怪就怪 当初和她私定终身的机会就在眼前 自己却没有坚定意念 再次回到公司后 却发现大家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惊喜 原来今天是永明的妹妹和她的男友 加入俊浩公司的日子 同时也是为了庆祝公司进军新领域 而举办了一场派对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今天其实也是俊浩的生日 只有在单独面对西正的时候 她才能安心地说出来 随后又拿出了她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想把这当成是西正送给自己的 又掏出了贺卡让她写下送给自己的祝福 看似幼稚又毫无意义的行为 却是对俊浩沉寂已久的心 莫大的安慰和满足 但是三个人的感情实在太拥挤 他们不知道 永明却在背后默默地承受这份心痛 她好像误会了西正对俊浩的感情 贾千金和集团继承人订婚将至 却被父亲的老友识破了她的身份 这是她和贾千金智恩的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时 叔叔错把她认成了同父异母的姐姐西正 也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真千金 直到来了一趟智恩的公司 一张员工递来的名片让她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原来真正的西正早已从公司辞职 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智恩 顶替了她姐姐附加千金的身份 眼看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智恩干脆拿出了一笔巨款给叔叔 恳求她能为自己保密 如果真相就这样泄露出去 那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姻缘就要泡汤了 叔叔觉得这对西正来说实在太不公平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智恩继续将错就错 隔日 叔叔便瞒着智恩和夫人约了时间 准备亲自去她家拜访 不料两人的对话 碰巧被刚回家的智恩听到 他没有想到叔叔竟然这么固执 为了阻止她的到来 智恩早早就算好了时间堵在他家门口 他谎称父亲突然病情加重昏迷不醒 从而将叔叔先暂时骗到了医院 到了父亲的病房后 智恩卑微地跪在两个长辈面前 苦苦哀求他们不要揭穿自己 他知道自己真的很自私 也有曾想过告诉夫人真相 可是对于从小就缺乏母爱的他来说 能拥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实在太难得了 智恩已经情绪失控 故事不得不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病房内的父亲很自责 他确实亏欠智恩太多太多了 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太狠心了 智恩的妈妈临终前 他都没有去看过一眼 叔叔明白父亲的意思 身为长辈 他们应该体谅智恩的痛苦 智恩想要暂时逃避这残酷的现实 他一个人喝得醉熏熏来到永明家中 虽说两人是即将订婚的关系 实际上却毫无感情基础可言 智恩心知肚明 永明此刻思念的人 一定是他的姐姐 也知道他有多讨厌自己 但现在的他真的很害怕 害怕失去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智恩还在嘴硬说自己拥有一切 比任何人都要过得幸福 永明很同情他 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总以为有花不完的钱 人生便会得到满足 其实现在的他 和智恩一样内心十分的空虚 被看穿内心的智恩第一次 在永明面前卸下了伪装 他渴望永明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坦言自己为了得到他 不惜做出一系列栽赃陷害姐姐的事 永明这才发现 自己一直误会了西正 原来他并不是还对俊浩有留恋 第二天他主动找到了西正 永明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虑想要解开 想知道西正为何那么傻 为何不把妹妹栽赃给他的真相告诉自己 想知道没有自己在他身边的这些日子 他究竟有没有思念过自己 可西正的刻意回避 却让他彻底心寒 他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被拒绝的感觉好难受 这一次他要先一步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就在他离开后 西正这才幡然醒悟 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 可能就是一辈子 他不顾车水马龙的街道 封了一班朝心爱之人奔去 另一边的俊浩 因为一直联系不到心爱的西正 而心烦意乱 其实早在几天前 他有向西正求过婚 他不是不知道西正心里还有永明 只是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把 可是迟迟都没有得到西正的回应 他不想再次错过心爱之人 想到他很有可能在医院探望父亲 俊浩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只是并没有看到想见的人 陪在病床旁的却是志恩 原来不久前 叔叔告诉志恩他不会再说出真相 也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志恩要好好对待他姐姐 志恩把自己即将和永明订婚的消息 分享给了父亲 也发誓自己会好好报答夫人的恩情 得知真相的俊浩内心五味杂陈 如果一旦夫人知道了西正才是他的女儿 那么为了集团的未来考虑 西正和永明在一起是注定的事 那自己岂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订婚之日 贾千金还在满心欢喜 等着未婚夫赶到现场 却不知对方早已毁婚 带着他同父异母的姐姐来到海边私定终身 眼看永明过了约定的时间 迟迟都没有出现 志恩发了疯一般地跑了出去 他天真的以为能靠订婚来紧紧拴住永明 直到这一刻 志恩才发现自己低估了他 没想到他会对姐姐的感情那样执着 果不其然 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经过医生的检查 夫人的病情并不乐观 原来他一直都有恶性贫血的症状 而且正在逐渐演变成血癌 必须要尽快进行输血治疗 而当医生问到志恩的血型时 志恩瞬间变得神色慌张 害怕暴露自己家女儿的身份 西正和永明度过了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可回到闺蜜家后 神情中却净显忧伤 她开始担忧 两人日后该何去何从 不被世人认可的爱情真的会快乐吗 闺蜜也觉得西正这次有点过分了 妹妹在订婚现场差点气疯 夫人又受到刺激被送进了医院 她的话瞬间将西正拉回了现实 第二天西正便急匆匆来到医院探望夫人 却正好撞上了志恩的枪孔 好姐姐亲手搞砸了她的婚礼 害得自己像个白痴还在傻傻期待着什么 她总算是看清了姐姐的真面目 人前装善良背后又捅自己刀子 无论志恩如何追究自己 姐姐也依然不避讳她对永明的真心 直到志恩崩溃地说出 西正的内心开始动摇 亲眼看到急救室里正在被抢救的夫人 她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太自私了 西正一时间心乱如麻 赶来的女员工又劈头盖脸地指责她的不是 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在这里待下去 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后 却恰巧撞见了志爱 如果这份感情已经伤害到了周围的亲缘 那么自己义无反顾地坚持还有意义吗 但她不知道 永明对这份感情的执念究竟有多深 即使在得知了夫人的病情后 作为继承人的她为了守住爱情 很下心选择从公司离职 志恩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订婚的事她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但是她知道公司一旦失去永明 撑不下去是迟早的事 她不能再看到身患重病的夫人受到打击了 但永明心意已决 因为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如果失去了西正就仿佛失去了全世界 晚上 西正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望向星空 突然有点想念那个人 还是没忍住给她打去了电话 其实在她的心里 已经决定好了这份感情的去向 但是西正并没有立刻告诉永明 只是说自从遇见了她 她的生活改变了很多 从原来的一成不变 到现在的开始学会去感受人间的冷暖 永明和西正感同身受 原来的她是个严肃不苟言笑的人 可自从遇见了真爱 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她在意 永明封了一般立马奔向了心爱之人 本以为真爱可以战胜一切阻碍 可西正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出乎意料 永明还在做最后的挽留 西正虽然没有做出回应 可躲在心爱之人怀里的时候 她却已经哭得泪流满面 因为西正知道 这将是她和永明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闺蜜家后 西正便下定决心收拾好了行李 任凭闺蜜怎么劝都不听 情急之下 闺蜜只好向老板俊浩求助 西正是唯一能走进俊浩心里的女孩 她还没有真正得到过西正的心 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她消失 索性俊浩在车站的角落找到了西正 自从得知了西正才是夫人的女儿后 俊浩总觉得内心不安 因为她知道为了集团的未来考虑 西正和永明在一起是注定的事 因此她为了得到爱情 自私地为知恩保守住了这个秘密 送别西正后 俊浩决定找到知恩摊牌 气急败坏的知恩以为俊浩是想威胁自己 然而俊浩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这一真相 她知道真千金是知恩同父异母的姐姐 也是自己的初恋西正 如果夫人一旦得知了真相 为了集团的未来考虑 西正和身为继承人的永明结婚是注定的事 俊浩对知恩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管她用什么手段 都要将永明紧紧拴住 这样一来 她才能有机会走进西正的心里 其实俊浩也知道这种做法真的很自私 可是她已经错过了心爱之人一次 不能再错过第二次了 开车来到西正父亲所在的医院时 却在地下车库撞见了永明 原来 她因为西正的突然消失心急如焚 看到情敌也是丝毫不给面子 不停地质问俊浩 西正究竟被她藏到了哪里 在那之后 永明试图来到和西正曾私定终生的海边找过她 却恰巧与坐上公交的西正完美错过 医院里 看护阿姨看到正在照顾西正父亲的俊浩 这么体贴的男孩子 任谁看了都以为她是西正的男朋友 阿姨又顺道给她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西正的父亲已经可以准备出院了 俊浩真的太开心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分享给西正 却始终无法接通她的电话 留言李俊浩说了很多思念的话 也会一直等到她能接受自己的那一天 而此时的西正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过着远离喧嚣的生活 在发现自己的爱情伤害到了周围的亲人后 她忍痛放弃了永明 可是心爱之人不在身边的这些日子 西正真的好想她 终究还是一个人扛不住思念而病倒了 从房东那得知消息的俊浩 连夜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就这样守在西正身边一整晚 第二天早上西正醒来后 俊浩一直在劝说西正能忘记那个人 把重心放在工作和家人身上 或许这样就会好受一点 可固执的西正却依然想要逃避现实 俊浩不能惯着她 说什么今天都必须要带着她离开这里 随后在俊浩的带领下 西正来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 原来自从伯父出院后 俊浩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疗养环境 便将她安顿在了这里 看到父亲的病情已经好转了许多 西正真的难掩内心的激动 但她并不想欠俊浩的人情 她知道这栋房子肯定是俊浩偷偷买下来的 俊浩却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抛开自己对西正的感情不说 毕竟西正在自己公司的这段时间 她为公司的重生做出了很多贡献 自己为她做的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同时俊浩也希望西正不要担心父亲 她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忘记伤心的过去 重新振作起来回到公司上班 便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西正真的很感动也很内疚 老板俊浩不在的这段日子 永明的妹妹总是在陪她的小男友摸鱼 西正的闺蜜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一点都不惯着两个人 她知道永明的妹妹 很认可西正这个未来嫂子 又故意气她放出俊浩要和西正结婚的消息 让她的哥哥别再白日做梦了 妹妹咽不下这口气 回到家后又看到满脸沧桑的哥哥 她对哥哥真的是太失望了 难道她想就这样眼睁睁 看着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订婚吗 听到西正要结婚的消息 永明有些不敢相信 她找到了西正 还想再做最后的挣扎 直言自己为了和她在一起 可以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但她只想知道一件事 西正的沉默不语 却让永明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伤害 西正不是不爱永明 而是太爱了 可是这份爱真的太辛苦 几乎快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前来的俊浩撞见了她伤心的背影 这一刻 俊浩才意识到 原来想要试图忘记一个人是这么的难 此刻她的心比西正还要痛 因为西正同样是她难以忘怀的初恋 却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她 而对于永明来说 这一晚也注定是一个不眠的伤心业 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后 永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国度 和妹妹一起去国外开启全新的生活 听说了永明即将出国的消息 夫人不难看出她这次心意已决 她也不再奢求永明 会看在自己的培育之恩上而继续留在公司 但夫人只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永明在出国前能暂时帮自己打理公司 自己已经病倒了 女儿之恩又没有经验 如果公司就这样倒闭 那她宁可放弃治疗就这样死去 永明有些于心不忍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同一时刻 志恩听说了父亲出院的消息 担心她会暴露自己假千金的身份 便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好在看到姐姐的反应后 发现她还并不知道这件事 为了让父亲继续隐瞒下去 志恩也在不停地暗示父亲 一定要为自己保密 夫人患了血癌 必须要进行骨髓移植 医生将希望寄托在了她唯一的女儿身上 可根据第一次的血液检测报告发现 志恩的遗传基因结构和夫人相差甚远 因此等志恩赶到医院后 便被要求重新做一次血液检查 这让志恩瞬间不淡定了 母亲身患血癌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医生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她唯一的女儿身上 一直在隐瞒身份的假千金 却因一份血液检测报告露出了马脚 上面显示女儿的遗传基因和夫人的相差甚远 因此医生怀疑志恩并非夫人轻生的 并决定再次对志恩进行厌血求证 志恩并不知道这次厌血的目的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问到护士 当得知是为了检测遗传基因时 志恩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同一时刻的夫人也极力要求立刻出院 她不想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测 而让母女之间的误会越陷越深 当初抛弃女儿 她已经很愧疚了 也明白自己可能没有存活的希望 在生命只剩为数不多的日子里 她唯一的奢望就是和女儿一起度过 就在这时 志恩情绪激动地闯进了办公室 任凭医生和夫人如何解释 都无法平复志恩现在的心情 夫人更是将全部责任都推到了医生身上 她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安慰女儿 看到女儿哭 夫人的心比志恩还要痛 只是上次检查出了一点小错误 让志恩不要太担心 志恩真的太害怕了 害怕会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母亲 不久后 志恩遵从夫人的意思将她接回了家中 可以出院 夫人的身体就出现了强烈的不适 这一刻 志恩才意识到夫人的病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她真的没有办法了 只能找到同父异母的姐姐吸正求助 因为她才是夫人真正的女儿 在姐姐的面前她依然没有说出真相 只是不停地恳求她 能尝试捐献骨髓救夫人一命 可是志恩越说越心虚 担心姐姐会怀疑自己的身份 她也最终选择了暂时作罢 而后胆怯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志恩根本不敢想象 如果姐姐一旦知道了真相 那么失去一切的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前男友郡浩早已等候多时 她为了得到西正 自私地为志恩守住了她假千金的身份 又故意向西正放出了她心爱的永明 即将和志恩结婚的假消息 郡浩已经给了志恩一次机会 希望她能牢牢抓住永明 志恩却觉得郡浩太可笑 说到底她不也变成了第二个自己 自私又贪婪 只为追求自己的利益 或许这就是人的本性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姐姐遇到了自己这种情况 她可能也会像自己一样吧 隔日 西正来到夫人家探望 夫人因为上次西正破坏了志恩的婚礼 而耿耿于怀 对她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也不想再看到她出现在自己眼前 然而一向要强的夫人 还是没忍住在西正面前 暴露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她恨老天爷的无情 才刚让母女二人相认 却又要硬生生地将她们再次分开 看到这样无助的夫人 西正觉得好难受 可她知道自己也不能帮到夫人什么 正要离开这个家时 却撞上了正巧赶回来的志恩 志恩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后 突然有了想把真相告诉姐姐的冲动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唯一的母亲 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可终究是理性战胜了感性 话到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最终她还是选择继续自私地隐瞒下去 西正知道自己现在能做的 就是不能再让夫人受到任何打击 看到满眼都是自己的郡浩 西正下定决心要彻底忘记永明 有的时候越是想忘记一个人 就越是难逃着命运般的相遇 夜晚的烟花格外的璀璨 就像和西正在一起的时光那样绚烂 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分分合合后 永明已经不愿再相信爱情了 她坦然地接受了和西正分手的事实 两人在这里就此向过去的一切道别 西正误以为她要和志恩准备结婚 只能忍痛接受 可隔天她却从永明的妹妹那听说 其实她是要出国开启全新的生活 妹妹苦苦哀求西正重新追回哥哥 西正不知道 永明这些天为了找她有多辛苦 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只能整日买醉 心如死灰后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而且这一别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西正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误会了永明 也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再失去她 她发了疯一般从家里跑出去 想要重新追回永明 却被碰巧赶来的俊昊拦住了 就在这一瞬间 俊昊那只想要紧紧抓住西正的手 却突然准备松开了 她终于意识到真心是不能强求得来的 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自私的 为志恩保守秘密了 西正应该拥有属于她的幸福 这绝对是女孩人生中最崩溃的一天 前不久她最爱的人刚宣告了这场感情的结束 并下定决心出国和她永不相见 没多久她又意外得知自己 一直被父亲欺骗是孤儿将近二十多年 而且她同父异母的妹妹 还顶替了自己富家千金的身份 自己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西正找到了父亲 想要求证真相 父亲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她心怀愧疚地说出当年是因为 憎恨狠心抛弃自己的前妻 才会一直欺骗女儿是被捡来的孩子 难以接受事实的西正 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 她找到了将真相告诉自己的俊昊 向她倾诉一直以为是孤儿的自己 从小就很羡慕自己的妹妹 她可以理所应当地享受这份父爱 可自己却要活得比她小心翼翼 从来都不敢反抗对自己冷漠的父亲 不然就会再一次面临无家可归的凄惨 隔日西正找到了自私的妹妹 她并没有立刻挑明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而是要听到她亲口承认 知恩察觉到今天的姐姐有些反常 慌张不已的她试探性地问姐姐 要不要考虑为夫人捐献骨髓 万一两人的骨髓符合呢 姐姐知道妹妹救人心切 可她对知恩真的太失望了 她怎么能理所应当地剥夺自己的生活 怎么能欺骗自己这么久 西正总算看清了妹妹和父亲的真面目 她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家 继续过自己的孤儿生活 父亲苦苦哀求女儿能继续留下来 她为自己所犯的错道歉 也表示自己真的很爱女儿 可无论说什么西正都听不进去 从她欺骗自己是孤儿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等于抛弃自己了 西正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家 俊昊担心现在的她会因无法接受事实 而做出什么傻事来 说什么今天必须要陪在她身边 俊昊曾未得到西正的心 自私地为知恩隐瞒了真相 因为她知道夫人为了集团的考虑 一定会让西正和身为继承人的永明在一起 她向西正坦白了这一切 也知道不应该奢求她能原谅自己和治恩 但她只有一个诉求 就是西正能去医院探望她的亲生母亲 西正来到了医院 在看到亲生母亲的那一刻 早已经哭得泪流满面 她恨自己为什么在母亲身患绝症后 才得知这一真相 夫人这些天想开了很多 她看得出永明对西正的感情有多执着 也意识到自己真的太自私了 不应该那样狠心拆散两人 在得知永明即将出国的消息后 夫人鼓励西正重新追回永明 不想看到他们就这样一辈子错过彼此 也为治恩曾抢走了她的永明而道歉 当时她只是单纯地想看到女儿过的幸福 夫人希望西正不要恨治恩 并拜托她以后好好照顾不懂事的妹妹 看到满心都是妹妹的母亲 西正只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殊不知 自己也是应该得到她疼爱的女儿啊 看到母亲的病情正在急剧恶化 西正还是想为她做些什么 刚准备好要走回病房时 却发现妹妹正巧在这时来探望母亲 看着病房里越来越虚弱的母亲 西正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没有必要再说出真相 母亲已经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可能让妹妹代替自己 陪伴在母亲身边才是目前最正确的选择 永明即将出国前 见证了自己的妹妹和她男朋友的婚礼 身为老板的俊浩 过来参加员工的婚礼总觉得过意不去 表面上她是想带着西正放松心情 实际上是想给两人一次破镜重圆的机会 再次见到心爱之人的那一刻 两人都已经相对无言 西正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永明 她责怪俊浩不该自作主张 又和她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那天在医院见到病重的母亲时 西正谎称自己并没有感到一丝伤心 因为直至今日 她都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她掏出了俊浩买给自己的戒指 那是俊浩本已经放下西正 而扔掉的东西 却被西正的闺蜜重新捡了回来 西正试图让自己忘记永宁 希望俊浩能亲自为自己带上 同时她也下定决心 要和那些狠心的家人断绝关系 以后只帮俊浩好好打理公司 看着固执又坚强的西正 俊浩甚至自己也劝不了她什么 更多的是对她的心疼 志恩不能再让夫人的病情继续耽误下去 她恳求父亲能说服姐姐捐献骨髓 发现身份已经被揭穿的志恩 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伤心过度的志恩 一路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没有注意到前方急驰而来的魔头 而等到警察前来询问她的状况时 志恩却已经变得精神恍惚 身份的暴露 再加上对母亲病情的无能为力 几乎已经将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与此同时 父亲给西正打去了电话 他并不是要求女儿原谅自己 只是希望西正不要怨恨之恩 都怪自己没有对两个孩子说出真相 听着父亲的忏悔 西正却强忍住心痛 而后决决地挂断了电话 父亲已经没有脸面再面对两个女儿 他决定自食恶果 满含愧疚地写下了一封对西正 充满歉意的遗书后 便一个人来到了马路上 不久后 赶来的俊浩发现了伯父留下的遗书 将他失踪的事告诉了西正 看到心理揪心的字眼 西正这才意识到父亲很有可能想不开 此时的父亲在红灯亮起后 不顾一切地走到了马路中央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这一刻 西正对父亲选择了原谅 回到嘉江父亲暂时安顿好后 姐姐而后便找到了妹妹 看到她准备提着行李自私地逃走 姐姐狠狠地上前扇了她一巴掌 志恩已经无地自容 甚至自暴自弃想让姐姐提出控告 姐姐却想让妹妹继续代替自己 因为她深知母亲现在不能受到刺激 等到时机成熟 她定会将真相说出 而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尽快捐献骨髓让母亲进行手术 女儿为救生患绝症的生物 匿名捐献出了自己的骨髓 直至此刻母女二人都还未相认 只因懂事的女孩不想让母亲 在手术前受到任何一点刺激 可惜正不知道的是 在母亲不断地哀求下 医生还是将她捐献骨髓的事说了出来 这一刻 母亲才意识到 她一直以来都认错了女儿 她恨自己为何现在才知道真相 明明眼前的女孩总是让她感到熟悉 她却一直都没有认出来 也恨自己之前对熙正有太多的误会 没有好好带过她 她真的好怕 以后再也没机会疼女儿了 手术结束后 医生却遗憾地告诉熙正 母亲因为身体产生排斥反应 无法制造新的骨髓 而且还伴随并发症肺炎 希望熙正能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医生的话让熙正的心 瞬间从天堂坠到了地狱 她来到母亲的病房 第一次尝试着去触摸母亲的脸颊 熙正恨老天爷的无情 她还有好多事没有和母亲一起做过 为何要这样狠心将母女二人拆散 每次在自己最伤心无助的时候 熙正总是会思念她最爱的男人 虽然知道永明即将出国并不再回来 还是没忍住拨通了她的电话 流言里熙正说了很多思念的话 也说出了那句迟来的 在这里 诸不知 心爱之人此刻却近在咫尺 原来早在这之前 已经铁了心要出国的永明 从俊昊那里得知了夫人救世 熙正亲生母亲的事实 也知道得知真相后的熙正 一直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自己却没有陪在她身边 她明白自己就这样 弃心爱之人于不顾 实在是太狠心 从今以后她不会再轻易放开熙正 一辈子都守护在她的身边 俊昊已经彻底放下了熙正 决定一个人出国深造 因为她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不是个称职的老板 要不是熙正这些日子 一直在帮自己打理公司 公司肯定撑不下去了 俊昊并没有向熙正道别 只是在正式登机前 给她打去了一通电话 她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虽然从始至终 没有真正得到过熙正 但和她一起度过的时光 真的很幸福 说吧 俊昊便挂断了电话 坚定地踏上了自己的留学之路 顶替了姐姐身份的志恩 在被揭穿后 没有脸面面对所有人 一个人偷偷藏了起来 她自暴自弃地 过着纸醉金泥的生活 试图以此来忘却 她这些天所承受的负罪感 但志恩逐渐发现 这样下去只是徒劳 事实上 她不但没有减轻一丝负担 反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 无限循环的痛苦中 志恩消失的这些天 夫人真的很担心 她能想象得到 志恩对自己和姐姐的愧疚有多深 但她没有过多的埋怨 也没有将手术失败的消息说出 只是想在生命 进入倒计时的这段日子里 想和她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本准备与世隔绝的志恩 还是不争气地接听了 母亲苦口婆心的留言 明明自己欺骗了她那么久 她却依然把自己当女儿看待 良心上过意不去的志恩 最终还是来到了医院 但她始终没有勇气 进入病房探望母亲 最终还是姐姐发现了妹妹的到来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母亲有多么在乎妹妹 责怪她为何现在才出现 然而姐姐越是在意 自己志恩就越自责 自己自私地剥夺了 姐姐的生活那么久 根本就不值得她那么关心自己 对于志恩过去犯下的错 西正也选择了谅解 但是妹妹曾带给她的伤害 永远不会抹去 也希望她能牢牢记住这一点 她对妹妹现在只有一个诉求 就是在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 再次扮演好女儿的角色 病房里 时隔许久再次见到虚弱的母亲 志恩有太多太多的愧疚 母亲却还在诉说着对自己的爱意 即使知道志恩并非自己亲生的 但她早已认可了志恩这个女儿 她嘱托着志恩以后自己不在的日子里 希望她能变得懂事并学会照顾自己 志恩并不知道母亲已经得知真相 她不忍心再继续隐瞒下去 将自己顶替姐姐的事一并说了出来 志恩在母亲的病床前不停地忏悔 病房外的西正听到妹妹焦急地呼唤 急忙赶了过来 她还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说 好害怕她就这样突然离开 遗憾又令人心痛的是 母亲因为抢救无效最终离开了人世 西正不愿接受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 一个人跑出了病房 躲在了心爱之人的怀里放声哭泣 病房里的志恩抱着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这一刻她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母亲是上天赐予她的礼物 却没有好好珍惜 如果早点说出真相 母亲的病情是不是就不会被耽误 回到家后 志恩一直在反省 她并不想得到任何人的原谅 那样只会让自己更加的痛苦和不安 姐姐温柔地安慰着志恩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她应该望向全新的生活 就像安慰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一样 任由她在自己的怀中哭泣 但是志恩不愿再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也不想再成为姐姐的负担 她希望姐姐能原谅自己的不辞而别 等到她能鼓足勇气面对所有人时 等到她能彻底忘记过去时 她还会重新回到这个家 不久后 西正收到了来自郡浩从国外寄来的信 现在的郡浩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总是让西正为她操心 她在国外努力地学习经营管理 发誓总有一天要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 看到这样上进的郡浩 西正真的很欣慰 而她和永明的爱情也终于修成了正务 至此韩剧秘密情人迎来大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评论和点赞 我是杨诚说句 我们下部剧见